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被交报的人呢 不是不想离开 是顾虑太多 父母也好 孩子也好 谁不是赚在别人手里的人质啊 大嫂上子吵死了 几位 怎么是你啊 果然像渣男店长干个事啊 上次你的朋友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 认错人了 怎么可能认错人啊 渣男店长的合伙人难道不够渣吗 不然你大清早上扰人青吗 你在干吗 行行行 你还有事吗 没事 我关门了啊 你等我 话没说完呢 现在几点 你知不知道 这么早你就开始装修 你让不让人睡觉了 你是住这儿吗 这儿干什么 等等等等 小姐 现在早上时间八点半 根据装修法规定 工作日上午八点以后 是法律允许的装修时间 而且我已经跟吴姐说过呢 电梯里我也贴了告示 请你不要影响我装修 好吗 明明是你影响我睡觉 现在你觉得我在影响你装修 不是 你满脸黑眼圈 看你的皱纹就知道 你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如果我没猜错 还是宿罪 我奉勸你 年纪大了 好好休息 不然干活很旺 再见 等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滚 我手尽量不要动 三天以后来换药 我还能有电脑吗 原则上是不能 我身家十几个亿 生意亏损你负责 行啊 我负责 医生 麻烦你给她做个全身体检 从生理到心理都查一遍 我这个人就一个爱好 爱负责 行 我让护士安排一下 您想怎么讹我 您尽管想 食指连心 生理疼痛达到十二级 你现在觉得我是在讹你 那是因为你 是 是 去哪儿了 剑科部 去工夫剑科部 行 行啊 把地址搬给我啊 我给你脸怎么留言 是不是 你是医院的 我是你老公 让你安排别人那么难吗 医院那资源有限 床位也是有限的 我说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我安排不了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听好了 我那些朋友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以为我是为了我 我是为了咱们这个家的整合资源 你懂吗 整合资源 我没有能力整合资源 我安排不了 他妈欠招是不是 松手 哎呀 没事吧 你是不是男人 来 什么 哎 你谁 你干什么 需不需我搜你啊 月桑 我报警吧 赶紧走 不让我报警了 行 那我再这么收拾你 他是你丈夫吗 这是家暴 你可以报警的 我没事 谢谢啊 他说了回家也不会放过你 你不能有侥幸心理的 如果让他觉得你好欺负的话 他家暴会上瘾的 我真的没事 谢谢啊 你说他为什么不报警呢 是想要牺牲宁人吗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我们又不是他 谁知道发生过什么呢 你这是在给男人找共情吗 不管因为什么 就算你们有武力值也不能 在女人身上肆意妄为吧 我的意思是说 他之所以选择忍气吞声 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能成为家暴的借口 那些被家暴的人呢 不是不想离开 是顾虑太多 父母也好 孩子也好 谁不是赚在别人手里的人质啊 我谢谢你啊 成功的让我离婚姻 远了一幕